2019年10月将近月末的时候 休斯顿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左右 在著名的乔治布什公园里边 陕西同乡会又一次举行了年度两次的秋季同乡聚会 这个红花呢 偷得绿叶服 你看见没有 这个主厨就是我们在休斯顿小有名气 祥育海内外的烤肉师傅 老刘 左边的美女是亚洲师傅老板Haley Haley讲几句话 来 太简单了 没什么好想的 感谢Haley今天为陕西老乡会提供了很多丰富的陕西地方特色 凉皮 揉甲膜 撩杂了 在正中陕西话 美女 美女 Cassie Cassie 大家好 初次见面 大家好 好 感谢这些衣工给大家在心情的烤烤肉串 一份香气扑鼻的烤羊肉就是他们的功劳 谢谢他们 看看这个喝的是红油 这就是最著名的陕西风味小吃 凉皮 这个是另一个陕西特色的风味小吃 美女 这个叫什么给介绍一下 详细点 杏膏 杏膏是怎么回事啊 杏膏是怎么回事 怎么做出来的 它什么特色 我不知道 大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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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这儿拿几个瓦虫头上抢 是吧 一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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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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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在陕西上学的时候看路边 有的人用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炉子 然后蒸出来的车就那种 一层一层一层 一层烤出来的 一层做什麼 一层糯米 那一层红架 红架 那它是糯米 早餐 它是不是那个早餐 早餐你是吧 去咖啡 Every gedaan 回民的一种小吃 Sims 是吧 还没进行 不是 练乃 我们今天邀请咱们的先会长来给大家说两句 好的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很高兴看到今天这个老乡来参加我们的祭会 然后我是很欢迎大家 我们祭祭会现在基本的打算 还是说每个年的春天和冬天我们举行春节野餐会 我们在夏天和冬天的时候 我们搞一些主会活动 就是各区的组织活动 我们现在差不多我们现在成立了 九个省西的小区和六个新冬的小区 我们欢迎大家加入小区参加小区活动 我是 我叫李楠 我是这个年轻人 但是被会长拉进来给大家帮忙很高兴 以此希望大家做这么多的这个活动这个东西 你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海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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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今天吃好吃好玩好 聚餐的时间到了 看看陕西老乡会聚餐的全景 这排主要是凉菜 还有肉甲摩 一公再给大家分饭 这排主要是陕西特色凉品 还有这个竞高 小朋友说要加凉品 凉品要多加辣子呢 我现在请来陕西同乡会前会长莉莉小姐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餐展的陕西美食 首先看这个是我的最爱 这个是叫陕西凉品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面饼 这个是面丁 这个是面丁 然后当然会配一些菜 什么豆芽 黄瓜 和肠肥的配菜 这个是你们最下定的最爱 对 我在以前在西安的街头上也是这样 我看见陕西的女孩最喜欢吃这个凉皮了 对 然后我觉得它也是这个减肥利脊 它是很热 不想吃的 这一小碗凉品 就是这个很满 就不想再吃其他的 对 对 我觉得这女孩很幸福 下边有这些 你左手那边是什么 叫什么 这个叫姜水鱼叶 这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用不热的面浇下去的时候 形成它这种像鱼叶一样 然后姜水鱼叶一样 然后呢 会配一些菜 也是很健康的这个 非常爽口的这个夏日的鱼叶 非常非常凉快 夏天这些都是我们的做爱 因为很热 没什么味道 吃一口这个下子 冰湿里也很小 这个姜水鱼是用什么做出来的 嗯 这个 其实这个很好做的 就是把面打成像脚船一样的东西 然后漏勺 接着 让这个鱼叶的影响掉下来 就是这个形状 看见没有 哦 真的像那个鱼状 所以叫姜水鱼鱼 哎 这个里面是小孩最爱吃的 因为他看的像鱼鱼一样 所以他要去鱼 还是吃的 这个很好吃的 4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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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了一瓶水 哈哈哈哈 哪里面是安排绐gan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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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加油 慢慢爸爸 加油 等一下 刘振 佐伯 帅游 啊 朋友 他不说 我在 我有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